Hello,爱情乐礼的读者们 很高兴每个礼拜可以在这里跟你相会 我是冰儿 那爱情乐礼这个专栏是我们每一个礼拜会讲一些有关于性别、情爱和音乐的一些东西 今天呢,我们要谈论的乐礼是节拍音符 节拍音符就是一个音 我们在弹奏的时候要弹多长 弹奏几拍 那我觉得这个节拍音符就跟人展现出来的个性一样 包括内在和外在 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是截然不同的 不但有属于自己的节拍 也有自己很特别的频率、规律或者是习惯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不去解剖人的个性 而是去欣赏每一个人的个性 就如同我们欣赏一首歌一样哦 OK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全音符 全音符是音乐中最长的节奏单位 它等于占据了一个小节全部的四拍哦 那全音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呢 刚刚刚那个音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它属于比较平稳 比较具有张力 因此呢 在一首曲子里面 我们可能找不出半个全音符哦 包括古典乐中的音符 包括古典乐曲或者是全音符会存在在一首歌或一个段落的最后一个音 比如像小幸运的这一句 那这一句的最后一个音就是占据四拍的全音符 那要告诉大家的是大部分的歌曲 长音顶多就是两拍三拍这样子 OK 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其他节奏的音符 像小幸运的这一句 它使用的几乎都是八分音符 也就是二分之一拍 所以呢 这一段我们听起来 就觉得比较轻快 比较活泼了 所以我认为音乐上的节拍就跟我们的个性一样 会主导着一个曲子的节奏感 还有旋律的变化 那不同的节奏 当然就会给听的人有不一样的感受